看見世界 看見人群 I see you Don't look I saw a man being on the street I saw a man being on the street I don't want to look N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大家好 我是Ricky 大家在背單字的時候很容易去走入那種中翻音的擬整 對 就是現在裡面 對 走不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回溯到 之前你在認識這個單字的時候 有沒有背的扎實 像之前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一定在背單字的時候一定要把它聚上化 動詞又更需要如此 因為有很多動詞啊 其實它的中文解釋根本就一樣 比如說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 看 D look 跟Watch 這三個 很多學生搞混 為什麼呢 因為它都是看的意思 可是看它的感受都不同 今天我們就用 比較具象的話是大家我們就是用演的方式 教你去怎麼樣去認識這個單字 對 然後提醒大家 以後延伸到去寄其他的動詞 或是不管是形容詞 其他的磁性的時候 也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建立起你的想像喔 好嗎 請看VCR 小屁啊 看見世界 看見人群 看見人群 I see you I'm watching you I'm watching you I'm watching you Look at 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好帥喔Ricky 金城武欸 金城武欸 金城武 金城武 金城武是不是 你也真敢講喔 C他最基本的意思就跟剛剛金城武一樣 他說哇 我看到了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很自然的 映入了你的眼簾 也就是說 當你出國玩的時候啊 你想像喔 你並沒有刻意的想要看什麼東西 因為東西太多了 所以你沒有刻意的要定睛在 特別的景點上面 或是特別的人 或是特別的帥哥美女上面 這個就是C給你帶來的感受 就才能像是你眼睛張開 自然就看得到的 那一種感覺 對對對 比如說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不好 像我小時候都會帶我的小孩啊 女兒啊 去公園玩 要增加他們的單字量啊 你小時候帶你女兒 什麼意思 我剛剛說我小時候嗎 sorry 我說我小我 以前我女兒小的時候呢 我帶她去公園玩 要增加她的單字量啊 我就說啊寶貝 你看到什麼啊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那我就會帶領她說 Oh I see trees I see birds and I see lots of people Walking around 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就在那邊 然後映入了我們的眼鏈 這種感覺 對不對 I can't see you Don't touch me I'm not touching you Where are you I can't 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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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you now 有沒有感覺 剛剛 關掉了 所以映入眼鏈的東西消失 我看不到你 I can't see you 這個就是 see給你帶來的感受 再來是look這個字 look不要講成是look look 因為它是輕輕的音 look look OK 的音喔 他單獨使用的時候啊 通常會不會加一個驚嘆號 look What's that 嚇到我 抓住別人的注意力 讓他也去看那個東西 你看的那個感覺喔 所以你的語氣可能稍微活潑一些 不要這樣 look 沒有人會想看 OK 剛剛有沒有發現 look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的 往那邊過去 頭轉過去 表示說你的移動 眼神會移動過去 身體可能會跟著轉動 所以通常啊 在句子裡面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後面再加一個 有方向性的字 at 變成 look at look at 這邊中間有一個小小的連音 look at look at 所以啊不會講成是 look at look at that oh 好卡喔 對不對 我剛剛有點像老派藝人的感覺 是 oh 假裝出來放一點 哎呀 你可能會稍微的專注 定睛的去看那個東西 某一個點上面 對對對 就不像剛剛那個see 就是 喔就是亂喵 什麼到處東看西看那個感覺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 焦點 對在某個地方囉 不過有時候我們在逛街的時候 像我平常會喜歡買東西 你看說 look at this one cute cute nite 對 我們看的是同樣東西嗎 等一下你拿什麼東西 衣服啊 衣服啊 這是什麼 內褲 你拿內褲嗎 等一下 男生內褲不用叫我看好嗎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些比較comment的東西 所以look at this one 你看你看好可愛喔 可愛的衣服 Leave it 放下來 好放下來OK嗎 所以這個look就是有一點在更定精的看往 一個方向或是看這個東西叫你來看 鎖定的感覺 對 到了watch的時候你就真的是 喔 抓住你的attention 你有心想要再把視線保留在他身上 專心的去看他 所以有點觀察的感覺 對 觀察 就你會隨著他的那移動的感覺 對 也就是說你看著這個東西 你會觀察他定精的去看他 表示他可能會移動 他可能會做一些變化 那因為他在移動變化過程當中 你就可能會稍微去想一下他 思考一下他現在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家 懶散發懶的時候會做的 看電視 watch TV 或是看電影 watch movies watch YouTube videos 這些都是看螢幕對不對 因為螢幕它的東西是會變化 是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出現 像假設在歐洲會坐在咖啡廳 那邊 watch people walking by yeah watch people walking by 或是直接有人在那邊打球 看球賽的時候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對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I'm watching you 對 我在幹嘛 對 所以我一直盯著你小心 對 那種感覺 這邊就可以稍微做一些聯想囉 這個 我盯著你看表示怎樣 有點延伸的意味說 我不只觀察你 我還要監視你看看有沒有對我女人 毛手毛腳之類的那種感覺 類似啦 我只是隨意舉例 所以有時候這種watch 它會做很多的意境上面的變化 我會注意你 你給我小心一點 對 監視監看的感覺 對 追蹤的樣子 或是有時候我們去餐廳的時候啊 有些人要去上廁所 沒關係 我幫你看著包包 你不用整包這樣扛著去廁所對不對 我幫你看包包 不是這樣 一直看著他的包包對不對 是多喜歡嗎 是 幫你看顧一下 照顧一下 所以 I'll watch your bag I'll watch your bag 或是I'll watch 還有什麼 I'll watch your kids 幫你看一下小孩 對不對 然後你去你去這樣 這種感覺 再來囉 有了剛剛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把三個動詞 放在一起做比較 好不好 我們都來說 看到街上有人在尿尿好不好 來 你先說第一種說法 好 假設用watch的話叫做 I'll watch a man pee in on the street 呃 呃 等一下 不能有情緒 對不能有情緒 要大家先 對對對對 面無表情 對對對 好 面無表情的時候 很難很可怕 好再來囉 I saw a man pee in on the street 最後一種 最後一種 最後一種叫做 Look at the man pee in on the street OK嗎 這三種都是 合理的 合理 合理嗎 這是說文法上面合法 的說法 可是大家想想看 有什麼不一樣呢 現在我們來公布答案 OK 好 例如像講說我今天回到家 你說 Hey you know what Catherine I watched a man pee in on the street What You watched a man You were watching him Yeah Perfect And I also recorded 好笑 你怎麼聽 剛剛是怎麼樣 He watched a man 表示 我觀賞 觀賞 你不只看到你還 見賞 哇 見賞 哇 是個見賞 的感覺 Oh my god 這個 不代表本人類型 也不是我的喔 這叫本人類型 這叫本人類型 再來是掃 掃有點感覺像是 你看路上 走走走走走 路上 Oh my god Don't look Don't look I saw a man pee on the street No I saw a man pee on the street Let's go I don't want to look 就是有撇到的感覺 對我撇到但是 反正就撇到 我不想看所以 I saw a man pee on the street No 完全的想要趕快離開現場 因為我不想要再把這個影像 映入我眼鏈了 對所以只要轉頭 影像就消失的感覺 對對對 我就趕快看 最後是 Oh look at 對不對 Look at the man 我也有話 Ting on the street 我們一起來 Watch and Ting on the street 整個都感覺 可是因為我要 Look 就是把我的助力給抓過去的感覺 抓過去的感覺 Catch my attention 對 所以我們來很快速的 用一個具象化的方式 總結一下這三個字好不好 如果是C的話呢 C Look Look Or Look Look And then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 Watch Keep watching Watch 捲一下鬍子 好 這個就是 教大家如何去了解 See Look 跟Watch 這三個動詞的技法 其實不只這三個動詞 我覺得 所有的動詞都應該 Run 各種Run 各種笑 其實都需要 希望大家內心裡面 內心裡面都有一個 這種小劇場 一個小人物 或是一個小圖片的感覺 對小圖片在那邊 演個戲 然後發個聲 這樣子的感覺 這樣子 之後 當你們在面對各種情況 各種情境要表達得很精確的時候 會大大增加你直接 取用到心裡面當中的那個單字的 速度 對 效率 效率 高效率 精準度 精準度要到 OK嗎 最後呢我要出一個題目 我們再來考考大家 看看能不能夠傳達出這句話的意境好不好 最近是不是復仇者聯盟室很好 對 如果說呢 我昨天去看復仇者聯盟室咧 這句話可以怎麼說 OK 來我提供三句話 I watched Avengers Endgame yesterday I saw Avengers Endgame yesterday 跟最後一個 I looked at Avengers Endgame yesterday 我差點就是接不過來 這三句話裡面有一句話是錯的 有兩句話是OK的 請大家辨別是哪兩句話 而且這兩句話其實也有一些些微微的差距喔 對 請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是想要學更多這些英文的小撇步的話呢 請按下我們的小鈴鐺或是訂閱頻道 也別忘了到 我的頻道 Ricky英語小蛋糕 上面去看一些比較關於考試或解題方面的 英文教學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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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她的藍嘴唇 等一下我不是英文YouTuber嗎 什麼時候跑那種 終於文化成績 掰掰 掰掰 等一下妳是真的罵人對不對 媽媽你常用這個語氣在講話啊 立倫 你在講什麼 我叫你正常嗎 這樣啦 妳看不懂 那個故事 是 對 妳看不懂 30 dt